前两天咱不是说了一份南京大学的硬核年夜饭菜单吗 今天咱们要说的这个高校 不仅是为寒假留校学生准备了专属年夜饭 还有硬核办手礼 让网友直货羡慕呀 嘴茶呀 想拥有啊 没错 那我们说的呢 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先来说说年夜饭 我来报菜名了 有红烧市的头 口水鸡 木耳炒窝笋 西红柿鸡蛋 西红牛肉羹 还有饺子 我就想问一下 我这能不能打包一份回家 那你得先考进人家学校呀 但是呢你还可以试试他们的伴手礼 全是正经教科书 比如说无极化学 数学分析教程 而且一本比一本厚呢 我这听完之后吧 我觉得我这个读完可能是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能把它们吃完 就会吃是吧 打开这些教科书里面装的可都是惊喜啊 这个天体物理概论里面藏着甜糯的肉酥饼 无极化学里的黑金酥饼又黑又酥 我这看着都馋了 还有说这个量子力学导论里边是这个乳烙饼 数学分析教程里头是这个牛乳骨 这份伴手礼一出呢 网友们就都坐不住了 难道吃了能变学霸 这就是传说中的记忆肉松饼吗 不是咱就甭管说吃了能不能变成学霸啊 就这份创意是不是给打个满分 好说了一下我们再来介绍一个牛气的学校 人家有养鸡场 不是大家不要误会啊 说这个养鸡场呢是手机的机啊 近日呢教育部出台了新规 中小学生原则上不能将手机带入校园 于是呢上海一所中学就设立了养鸡场 这个养鸡场呢就是专门存放学生的手机 只有到了规定的时间学生才能拿出来使用 养鸡场呢是由一个一个的收纳格子组成的 而且每个格子上呢都有数字符号 外面还附有这个透明锁盖 那学生呢是在每天的7点20之前 最晚是7点45之前将手机上交至养鸡场 然后呢由班级养鸡场的管理员负责报管钥匙 中午的12点下课呢到12点40可以使用手机 那么下午的5点下课之后 保管员打开养鸡场 学生呢就可以领回手机了 而且呢养鸡场是不仅仅存在于教室 还遍布在了学生的宿舍啊实验楼 也都规定了管理时间 目前学校安装的养鸡场接近50个 一旦违反规定就要将手机交是停机场 这就意味着手机呢将在停机场停留至本学期的结束啊 是如何制约孩子玩手机呢 其实一直都是让家长们非常头痛的一件事 那这样人性化的养鸡场值得借鉴 值得大家点个赞啊 奇怪了